很常識到沒有 當作恐慌的很失戀 這個是在武芳江湖新春 配借品的專家叫林柚蓮 他唱得很好 好人是不敢說 以前他是一個座二十萬年的我無緣 就是越來越有興趣 就變成現在這樣子 出橋後 他開始學手機越做越興趣 從一開始在網路地賣 現在已經有開一間店 他的作品也有很多消費者感到他 那我們挑戰用自己的雙手 做出讀書一格 外面看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跟特色 他平時愛玩車也騎當機去台灣 國地沈山找靈感 所以說做出賣相和大家相關的配置品 透過將興趣和生活做結合 典開於第二人的人生